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介绍了这个普鲁士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Emmanuel Kant 他的这个哲学理念上包括了很多方面 我们上一节已经介绍他上甚至对这个自然科学 对天文对物理对这个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学科 是包括数学都有一些这个很这个独特的一些贡献 尽管他不是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 但是呢他的这些思维方式 他对这个不同领域的贡献下面有一个共同的基点 是这个基点什么呢 就是reason就是rational reason 这个rational reason这个概念上是在西方哲学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概念上在今天呢 实际上对于东方的这个理念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 相对来讲非常弱的一个概念 就这个rational reason上就是理性 理性思维 理性推理和理性的这种思考方式 而在在在这个康德的这种哲学理念里面 或者是他的整个的这个思想理念呢 上的理性思维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继续介绍康德的一些概念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还是围绕了他的moral philosophy 他的道德哲学这个概念 然后通过理性的角度来做一个做一个这个阐述 这个阐述呢 实际上就是基本就是围绕着理性思维的方法 来来推断就是用康德的这种推断方法来推断 就是这个世界上人间有一种理性为基础的道德标准 或者是道德准则或者是伦理准则 那么他呢上在这个上呢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上是一个哲学名著 他还有一个叫critique of pure reason 那个呢是研究知识的知识怎么来的 这个我们先放到一边 先不去谈以后再谈 那么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就是这种 上他这个这是一本名著 他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名著 这个就是围绕他的moral philosophy 他我看了一下中文翻译叫实践理性批判 这听着非常的这个绕嘴 也没有什么好像也不包含什么意思 但是呢基本就是说啊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我们通过理性思维 完全通过我们那种正当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一种理性思维 我们可以来推推论出人间的道德准则 那么在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上的回顾 那么这个回顾呢就是先独立于康德以外的一个回顾 就是对这个近代物理的发展的过程的回顾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理性思维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经典物理的 这个基本的这种发展历程吧 我们可以说他的发展历程 基本就是从这个伽利略 然后到牛顿的这个这个万有引力 然后呢后边呢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法拉第的这个电磁场的概念 然后呢又进入了这个麦克思维的这个电磁波方程 数学方程的描述 然后呢再往前走一步呢 就进入了这个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相对论 当然在他以后呢又出现了这个量子力学的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就是物理的近代物理 从这个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物理的这种历史的研返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察吧 就是说这些伟大的物理学家 伟大的科学家 不管是这个加利率还是牛顿还是法拉第还是这个爱因斯坦还是麦克思维 他们呢实际上呢 他们得出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物理定律 OK 各种各样的物理定律 实际上呢成为了今天的经典定律 就是那个定律你要写到纸上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的elegant 非常的就是那种漂亮 非常简单的一些公式 那么这种公式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是通过他们非常敏锐的大脑 通过他们的理性思维加上当时他们已经得到的各样的物理观察为基础 然后用他们的理性思维来推断 这个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这个牛顿的这个苹果 对吧 这苹果在他后边掉地下 只说是砸他脑子上了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 咱们先不说 就是这苹果砸到一落地下 他通过这个 他就通过他理性思维 他就开始想 是不是万物都是有这种重力场的存在 有这种重力的效应 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理性思维 实际上呢 是牛顿独有的 当然别的人没想到 他想到了 当然他一旦解释清楚了以后 大家都认为这个有道理 所以呢 就是这种完全的理性思维 基于物理世界的观察 使他推断出了这些 使这些科学家们呢 就是这个推导出各种各样的物理定律 而这样的物理定律 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我们说是牛顿万有引力 法拉第的电磁场的这个定律 麦克斯维的什么 电磁场方程 爱因斯坦的什么 这个 相对论 这些定律 这些物理定律 OK 我们都有 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是好像说 这个就是属于他们的 OK 他们给我们了 我们才有 如果他们没给我们 我们就没有 但是你仔细想想 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存在 并不是这样 换一句话说 这些定律 所描述的目的物理现象 实际上是独立于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的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这 这些科学家存在不存在 这些定律 实际上都存在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换一句话说 就是我们是否知道 这样的定律 或者是 是否弄懂了这个定律 以这个定律的规律 物理世界的这种规律 OK 是否存在 是毫无关系的 换一句话说 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OK 147亿年之前 那一瞬间 以后 世界上一切都在遵循着 这些定律 当然这些定律 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最准确的描述 也有可能将来会被修改 这个我们以前 在多个讲座里面 已经提到 但是在目前 我们知道 这个基本的规律 实际上它的存在 是独立于这些科学家 是否发现和没有发现 我们是否知道 还是没有知道 就是说 宇宙大爆炸以后 世界的万物 就是在遵循的 这些定律在运行 只不过我们把它发现了 把它描述了 把它弄懂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些定律的存在呢 使我们人 还是动物 是否知道它 弄懂它 也没有关系 我们弄懂了 那是我们的 这个知识 我们的大脑的思维 到了一定程度 那作为一个猪 作为一个狗 作为一个牛 作为一个老鼠 作为一个什么苍蝇 它实际上也在遵循 这样的定律 OK 没有这些定律的话 你鸟是不能在天上飞 没有这样定律的话 那个四条腿 它就没法跑 所以这些定律呢 是在驱动着世界的万物 不管是石头 还是动物 还是生物 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遵循这些定律 In fact 地球 即使太阳系地球不存在 这些定律 仍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没有人去描述而已 我们之所以在地球上 有这个教科书上写 把这定律 用非常简单的公式写下来 那是因为有人在存在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的这些规律 这种rational law 这种完全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理性思维 得出来的这些规律 实际上和这个原来的 发现这些理性 因为的这些科学家 和理解这些规律的人 是无关的 而我们呢 必须遵守这些定律 就是我们的一切世界的万语 包括我们这里 包括世界万物 都要遵循这些定律 当然作为人来讲 我们也要遵循这些定律 OK 你把脑子要是 用最大的力量去撞墙 那那个牛顿的那个 那个经典力学的定律 马上就杠着你 你头会撞一个大包 你从六层楼上跳下来 那个加速度 你就用牛顿第二定律 第几定律 一算 你就能算出来 你落地的时候 速度很可能是每小时 120公里 那你被啊就摔死了 所以这些 这些 这些基本的定律 实际上它的存在 它在对约 对我们世界的约束 完全独立于 我们是否是人 我们作为人的社会 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欲望 什么样的 我们属于哪一个是种族 我们的国家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宗教是什么 我们的欲望是什么 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都是无关的 不管你是信什么 不信什么 这个这些定律 都是在的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特殊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种 世界万物的定律 那么再举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小故事 在1919年的时候 当时爱因斯坦 已经发现了 他的 他的这个 发现了他的这个 广义相对论 我们说是发现 而不是发明 因为发明就是像 像这个 像这个inventor 或者是 someone就是说 你完全用你脑子 把他把它构架出来 就像那个达芬奇 画的画一样 那是他发明的一个画 一个一个画像 而这个什么 这种定律是被发现了 那么在爱因斯坦 发现了他的这个 广义相对论以后 1919年时候 已经发现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核实 在英国有一个科学家 叫Arthur Eddington 大家就是看那个研究 那段历史 都知道很有名的 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他呢就在全球呢 去追随 去寻找太阳 全时 日全时的那一瞬间 然后通过那个 对日全时那一瞬间 天空黑的时候 对越 对这个 这个离太阳很近的 那个 那个直线上 看到的星星的 微小的偏差 来验证 这个重力场下 光线会曲折 这个呢 我们就不细讲了 那这样一个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验证 通过这样一个观察 他可以 可以验证 从一个方面验证 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那么这个1919年呢 被验证了 OK 被验证了 这个这个 哦 还没有被验证 当时还没有被验证的时候 就阿萨埃德顿正在去验证 他当时这是1919年 这一旦刚刚结束 他去验证 爱因斯坦呢 实际上并没有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他只是在家待着 在德国待着 那么别人有一个记者呢 就去问爱因斯坦 说说这个阿萨埃德顿现在去验 检验你的 这个广义相对论 说如果他检验回来 说你的广义相对论是错的 你会怎么去评论这件事 你会怎么去想 爱因斯坦说了一句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 Then I would feel sorry for the good lord 意思就是说 我会为上帝而感到遗憾 这里这个话 实际上是并不是说他信宗教 而是他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什么呢 就是描述就是上帝做错了 那这样的话 后面上有一个很深的哲理 这个哲理就意味着什么呢 是爱因斯坦 他对他自己的广义相对论 如此的深信 他得出的 他发现的这个规律 如此深信是正确的 他认为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改变 这样一个正确性 甚至包括上帝 所谓的上帝 至高无上的上帝 所以这个就某种意义 就反映出了什么呢 爱因斯坦认为 他自己的理性思维 因为他推出广义相对论 完全是靠他的理性思维 OK 因为他自己上拥有 他并不是实验物理学家 他完全是拥有 少量的当时已知的 包括是迈克斯维的 这个广义相对论的 不是迈克斯维的 那个电磁场方程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 那种那个光速的测量的 那个那些实验 摩根森 这个什么 那个麦克森的 莫里的那个experiment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当然包括大量的数学 包括Riemann non-geometric 就是那个非线性几何 所有这些数学 包括他的数学的根底 包括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那个那个那个 Tensor Mathematics 包括他所有的那个 物理的定律 他全都用上来 把他推断出的这么一个 广义相对论的定律 而这个定律 在他的眼里 是高于一切的 就是说 我用我的理性思维 推出来的是不会错的 OK是不会错的 当然这某种医生 带有他某种一种自负 但是这种自负 可能造的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 这种思维方式的 一种强大的信心 而并不是说 我坚守我的faith 我坚守我的这个信仰 而是说 我坚守我的理性思维 推出来的结果 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是不会错的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果 连上帝都无法去变动的 是改动的 所以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 爱因斯坦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上反映出来 他的理性思维高于一切 高于一切 所以呢 顺便提一下 就最近就在这一两年 这个这个重力坡 重力场的测试 就是在远 很远很远的星空里面 有两个中子星 在缠绕的时候 碰撞在一起了 非常近的时候 碰撞还是缠绕的时候 产生的那种 超强的重力坡被测到 这测到以后 他的测量的这个结果 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是完全吻合 OK 测量结果是完全吻合 想起来 这就是回到 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 这两个中子星距离地球 可能有几百万光年 几百万光年 换句话说 那个重力坡 在几百万光年以前 才产生的 仍然今天到地球前 地球都是被测量 仍然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那么当然几百万年前 人还没在地球上走路呢 OK 人可能基本上 刚刚开始直立 在这个东非刚刚开始 学会两脚直立 勉勉强摇摇晃晃 可以走两步 那么那个时候 产生的重力坡 结果到了几百万年以后 被一个小小的爱因斯坦 用一个数学公式给证明了 被验证了 所以这就写 这就说明就是物理世界的 这种理性思维 爱因斯坦用的这种理性思维 来推断物理世界的定律 是远远的超过了 独立于一切的生命 一切的人 一切的世界 所以这个呢 上次我们想要讲的一个 基本概念 那么好 这个为什么我们讲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上次我们又回到康德 那么康德呢 那他认为呢 像这种物理定律 数学逻辑推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是可以用来 平行的方法 来用来推断人类的 这种道德准则的存在 他认为呢 就是道德 人类道德的存在 完全可以用理性思维 来推论 理性思维来推论 因为什么呢 他说理性思维 他认为 如果是可以用理性思维 推论 而且理性思维呢 他认为呢 是独立于 所有的人的 是独立于人 独立于客观世界的存在 就像物理的定律一样 或者是数学的那种推理 逻辑推理和物理定律一样 不管你是否存在 是否在推理 还是不推理 这样一个理性思维的方法 它是独立的 它都是有的 换句话说 一加一等于二 不管你认为 你在这是得出的结论 还有说在几千年 几千万光年 几亿光年以外 一个星球上 这样的一个逻辑 仍然成立 只不过是不是有人 在那里去做这个件事 那是两码事 但是这个逻辑 它后面隐含的这种 理性思维的这种逻辑方法 是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 康德的 康德的这个 这个论证是这么讲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理性思维的方式 独立于人 独立于就像物理定律一样的存在 那由这样的一个理性思维 产生的理性的定律 就是rational law 产生的定律 包括不像是物理定律一样 这样的rational law 这样的理性定律 也是存在的 那这样的一个rational law 它的存在 是独立于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的存在 就是说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物理定律 这物理定律的存在 不是独立于爱因斯兰 独立于牛顿 独立于法尔地 独立于maxwell 就是他们有没有 他告诉你不告诉你 这些这些规律都是存在的 所以呢 他就认为呢 理性存在的这种定律是存在的 理性思维 为基础的这种理性定律是存在的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存在 而这是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 他认为呢 如果我一个perfectly rational being 就是完全理性思维的这么一个存在 就是比如说是人吧 思维方式 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大脑 或者一旋游 就是你完全用理性思维 可以用理性思维进行思维的这么一个 一个个体 他如果在这个理性存在的这个 法规下面 他一定会去做理性的行动 换一句话说 OK换一句话说 还是回到物理的那个定律 假设 就是因为由于重力的存在 不管我们是人还是什么重力存在 一个石头在一个重力场 你手一撒手 那他一定沿着重力的那个规律 沿着那个那个重力的那个加速度 然后呢 划出一条曲线 划出一个速度曲线 或者一个运行轨道 那么这样的一个轨道上他是 因为什么这个石头是perfectly rational 在这里当然这个rational是广义的 就是他是随 他是符合满足 这个他是他是带有质量的 他是质量 在这里就等于是比喻成rational 比喻成具有理性思维的 因为他有质量 他在重力场上 他就会做质量 在重力场上该做的 那么人是有理性的思维 或者是不管是人还是机器 还是人工智能 在一个理性的法规下 他就会做理性的行为 所以呢 这个我们后边会慢慢的 用不同角度来讲 这个听着话还是有点绕 那么从康德的角度来讲 他说呢 这是这是第一 就是理性思维 理性法规和理性的这个 这种这种规律 或者理性的这种思维方式 本身呢 他都是上都是独立于我们存在 或意识之外的 那那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就开始指出来了 我们人呢 实际上是一个理性动物 所有的人呢 实际上呢 都是理性动物 potentially rational being 但是potentially 就是潜在的理性动物 因为有些人就是非理性的 ok 有些人呢 他就是他就是 七点钟的CCTV说什么 他就信 那那些人 他就是和猪差不多 咱们还是把那排除在外 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 ok 不管这是在康德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人潜在的 都是一个potentially rational being 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穷人还是富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 因为人都有理性思维 ok 至少就是不管你是聪明还是笨 ok 那笨的可 我从这 这个是我自己的扩展了 实际上聪明 笨蛋 他可能就没有理性思维 没有理性思维 你就会去信中医 顺便说一下 那么 那么 那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前提下呢 他认为呢 康德认为呢 就是所有具有理性思维的人 potentially理性思维的人 他如果按照他的理性思维 他就应该相信同样的 有理性思维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moral law ok moral law 各种各样就是rational law 先不说是moral law 各种各样理性法规 而这些理性法规 是大家共享的 就好像说你只要有质量 你在重力场上 你的行为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 不光你是 你的重量如果是一克的铁珠 和是一克的一个羽毛 只要你没有空气摩擦的话 你的重力 重力场上滑出的曲线是一样的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人 你在一个理性思维法规下 你应该 你的行为就是一样的 那如果假设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康德的这样 这都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所有的理性动物 在一个理性法规下 用同样的理性的行动 那得出什么结论 就是所有大家呢 上次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Moral Rational Law 或者叫Rational Morality OK 基于理性的一种道德准则 因为所有人都是 在这个同样的 这个准则下行动 那么 还是回到 我老实讲 用这个物理定律来讲 假设在一个重力场下 然后两个物体 是同样的质量 OK 假设没有空气摩擦的话 它滑出来的曲线 在初始值设定是一样的话 它滑出的曲线 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这两个物体 是什么形状 只要它的质量是一样 质量在这里 就像理性思维能力一样 它滑出曲线就是一样 所以呢 在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听着 好像康德很抽象 很什么 但实际上这个基本概念 在罗马帝国时期 就已经有了 OK 就已经有了 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上在今天 实际上 还是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所有罗马的公民 在法律前 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人平等是罗马公民 人人平等 那么这个平等上的意思就是说 像就回到康德讲的 在一个同样具有理性思维的 不同的人 他在理性的法规下 做出的事情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一样的后面就隐含着 他们做的是同样的 是一个moral law OK 是一个moral的 一个有道德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 所以呢 从康德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有理性思维产生的法规 就一定是一个 有理性思维产生的道德法规 因此呢 一个完完全全 一个完美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 或者是一个个体 OK 他在一个一个一个环境中 一定他采取的行动 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理性的 完美的道德行为 完美的道德行为 就是他由于他的理性思维 使他的行为是有道德的 有德性的 或者有伦理的 就就是基本是这样 我们后面还会 这听着好像很绕 但是后面我们会通过例子来看 这到底什么意思 OK 因为就是我可以说 我大家看着钱都想拿 这是不是有道德理论 这个实际上从他角度 你可以论证 这就不道德的了 那么那么康德的这种 这种道德哲学 或道德法规 它本身呢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你把它给它简化到 最底层最底层的理性思维 那就是一个什么 逻辑上的非矛盾性 或者叫本能的 非自相矛盾性 你不能有自相矛盾的东西 那基本这就是逻辑的最底层 就是你比如说你我们在学这个这个初中数学 或者初中什么 那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不能是同时是true和not true at the same time 就是什么东西不能是正的和负的两面 那比如说 a大于b 同时呢b又大于c 那a呢就一定是大于c 不能同时又大于c又小于c 这种基本的逻辑就是a 只能是a 不能是a和a反 当然是0和0反 那0不是一个特殊的indity 那么就1就是1 2就是2 0就是0 0和1不能调过来 就是这种逻辑上的一个基本的 不能自相矛盾 同时呢 还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转换的关系 就是a大于b b大于c a大于c 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在初中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的时候 就就就就介绍了 介绍完老师肯定会说 a大于b b大于c 那么a就大于c 那为什么 你不用为什么 你就记住就是这样 OK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准则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准则 实际上就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由他产生的所有的数学的东西 我们以前讲过数理逻辑上就研究这些东西 就是有这些基本的公理之相 你就可以推断出很多非常令你令你惊掉下巴的一些结论 而这些结论呢 你只看结论的时候 你会感觉这东西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你一步一步推出来 你就能推出来 包括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他广义相对论是让你 你仔细去研究一下 你都是从最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所以呢 从这个从康德的他的这种道德哲学上来讲 他就是基于这些最基本的什么东西 你要一个不能有自相矛盾 同时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 而这样的一种公理性的这种基本的这种理性思维的启发出发点 是Universal 所谓Universal就是以这些东西作为推断的过程 就是理论 叫理性推理的过程 实际上是 是带有 Universal在这里 这就全宇宙性的 就是以你个人的经历无关 OK 以你个人的经历无关 以你的位置无关 以你是黑人白人无关 以你是穷是富无关 以你什么都无关 他就是什么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成立的 一加一等于二 A大于B 和B 同时B大于C A就一定大于C 不取决于A是苹果 还是柿子 是取决于这个树 还是什么 他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一个逻辑概念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就是任何的这种道德准则 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推断出来的道德准则 他一定是大家都共识的 所有人都共识的 OK 就是A大于B B大于C A大于C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肯定是这么回事 那在这样一个共识的前提下 他一定就是成立的 那这个就应该是道德的一个准绳 因为大家都接受 因为所谓道德准绳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很多节前就提到 他就是一个横跨 所有人类社会 所有的人的思维之上的那么一个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 我现在就等于是从康德角度上 把它给简化成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基本逻辑关系 你就要接受了 那么这种理性思维为基础的道德 OK 是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共识的话 它是不可能随着你的条件 随着你的环境 随着你的时间而改变的 它是永恒的 那么这样永恒是哪来的 不是上天告诉你的 而是你天生 自己 大脑里 叫Innate 是原生的 是必要的 是原来就有的 而且是绝对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种 这种就跟着数理逻辑推断 那个公理的那些东西一样 你就是原来就有 OK 就是说不一定说你从小生下来就知道是什么 但是呢 这种东西呢 是你在你体 你的意识形态中 已经深深嵌入在你的前日的意识里 没有人给你灌进去 没有人教你 你自己就应该有 只要告诉你 你就知道这个在哪 这个就是说和这个 和这个和这些物理定律 还是刚才讲了 你是不是有爱因斯坦 还是有努力人无关 他就在那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 这种绝对的 必要的 原生的这么一种道德观 这种道德理性 趋于理性的道德观 用这个 用这个 康德的话就是 the unconditional command of our conscience 而这样一种道德观 是一种无条件的 在驱动我们的良心 OK 驱动我们的良心 这种 这种良心底层的这种逻辑 就好像是数学和逻辑上的 那种不可争议的 那种毫无疑点的 这些问题 也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 那么 那好 那么就是 这个 如果一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道德观 他就有一个所谓的 good will good will 就是善良意志 后边我们会讲 那么如果他 追随或者遵守 这样的一种 毫无条件的 绝对的 这么一种道德价值观的话 这种教导价值观 是独立于 他自己的 个人的爱好 个人的欲望 个人的什么偏好 都没有 就是绝对的 就要遵守 而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 完全趋于理性的 这种道德观 实际上呢 是动物没有的 是人和动物 有差别的地方 这是 这是这个 康德指出来的 就是这个和动物无关 就是动物先不说 就说我们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绝对的 innate 这种 rational morality 是取决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 有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 而动物没有 理性思维 我们在以前也讲过 从普通角度 理性思维 为什么动物没有 动物 它的一切都是 或者是基于本能 或者是基于 现能看到什么 它能做什么 而理性思维 可以在 在跳跃 从一个概念 跳跃到另一个概念 你可以闭着眼 去把它想通 就是两眼一臂 不去 不去根据现有的环境 来做你下一步 能想象出的结果 而是你就是一步一步 你可以想象 这个还是用我的 favorite 这个Steven Hawking OK 他推断出那么多 这个关于黑洞的 那种各种各样的 那种什么 那个Hawkins radiation 那种什么辐射的 那种黑洞的表面的 那种 那种 那种entropy和information的 那些算 结论 那都是在他 牙眼一臂之内 推断出来的 因为他手都动不了 OK 至少他后来 连手都动不了 所以呢 就是这种纯粹的 靠理性思维 出来的东西 是不受 是人和动物 最大的区别 人和动物 最大最大的区别 而这种 这种 完全纯粹理性思维 东西 和人和动物 最大区别 这是一个 那么人和动物 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都有欲望 相似之处 就是人和动物 都有这个 就是animal desires 和human desires OK 这种欲望 和理性思维 在康德的眼里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理性思维 是可以你闭着眼 完全想出来的东西 欲望是你的本能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如果完全基于理性思维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 道德准则 实际上呢 是和动物 是本质上有区别的 本质上有区别的 因为动物本身呢 他依靠他本能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 道德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biological altruism 就是生物上的那种利他主义 生活上利他主义 大家知道 不同的动物 都有各种各样的利他行为 他可以互相帮助 而这种互相帮助 是驱动于他的本能 驱动于他的一种 instinct 一种desire 一种instinct 而这个human呢 是在这上呢 是超出于这个上面的 所以呢 康德的时间 我们知道是17几年 到180几年 所以他实际上是比这个达尔文呢 要早好几十年 等他这个去世的时候 达尔文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怎么说呢 还没有这个 真正的这个 进入他的这个 生 写他的著作的时候 所以他是提前于达尔文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个 刚才的这种 他对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 能隐隐约约看到 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进化的过程 实际上呢 给了很多动物 包括人 一种生物的 利他主义的一种行为 就是道德行为 而这个康德呢 认为呢 人的道德行为呢 是超出于这个的 超出于生物的利他行为 而是完全由于人的理性思维 而产生出来的 一种道德准则 这个上 我们和我们前面讲的 各种利他行为里面 我们已经对道德行为 已经做了一些评估 在那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道德行为的早期的痕迹 是由动物的那种 利他行为引出来的 但是康德认为呢 这个还是远远不够 认为真正人 能有真正的道德观 我们前面也讲过 他人的智商 OK 人的智商会导致 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 但是康德把它是什么呢 是所谓智商 后面就隐含着什么理性思维 而理性思维是真正驱动 人类产生有别于 其他动物的这种道德 OK 所以呢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然后呢下一节呢 我们还沿着这个 同样的这个思路 再看一看这种各种各样的 desire versus reason OK 就是这种和goodwill 就是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下一节接着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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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